听第一遍录音,判断证悟。 最近功课怎么样? 期中考试刚考完,外语没考好,可能是第四名吧? 这可不行,期末一定得考好,一定得考好点。 最近我听说你们班有递条子的事,是吗? 是有,我没递过。 真没有,听说你们班上的漂亮女生不少,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? 真没有,没一个我喜欢的。 行了,你可骗不了你妈,是不是坐你对面的小碗? 我常看见你们在一起。 她,还不如她呢。 她?她是谁? 都分手好久了,妈,你就别问了,我们说点别的吧。 不行,我是你妈,什么事不能告诉你妈呢? 唉,也没什么,只是小时候在一起玩,后来她和她爸妈出国了,就没再回来。 听第二遍录音,选择正确答案。 最近功课怎么样? 期中考试刚考完,外语没考好,可能是第四名吧? 这可不行,期末一定得考好点。 最近我听说你们班有递条子的事,是吗? 是有,我没递过。 我没递过。 真没有?听说你们班上的漂亮女生不少,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? 真没有,没一个我喜欢的。 行了,你可骗不了你妈,是不是坐你对面的小碗? 我常看见你们在一起。 她?还不如她呢? 她?她是谁? 都分手好久了。 妈,你就别问了,我们说点别的吧。 不行,我是你妈,什么事不能告诉你妈呢? 哎,也没什么,只是小时候在一起玩,后来她和她爸妈出国了,就没再回来。 说了半天,你还没告诉我她是谁呢? 就是隔壁的小林。 哦,她爷爷是我们学校校长,已经过去了。 你以后别再想那么多了,学习好是最重要的。 一 是有,跟我没关系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 二 听说你们班上的漂亮女生不少,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。 说话人的意思是 三 他?还不如他呢?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如他呢? 那我们说什么意思是 所以我去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说你